一球投出 全场欢呼 企业文教公益基金会执行长杨顺青 率领长期赞助的五间国小的小球员们 一起登上台北大巨蛋 担任中职球赛开球嘉宾 他们的兴奋之情一语言表 感觉闹玩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他们一样站上打球区 跟他们一起合作一起比赛 然后为球队贡献 一共94位小球员们 受到基金会的邀请进到大巨蛋观赛 目的就是要替他们圆梦 实现站上职业赛事球场的梦想 这五间学校是我们长期以来赞助的 那包括之前的雅锦赛 明星赛 包括今天的中职 都让小朋友一起来参与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让小朋友第一次可以站上巨蛋的球场 来体验一下现在职棒球员 真正在转场打球的感受 基金会推广棒球教育 长期支持国小棒球队 不管赞助服装球具 还是校园修缮都不遗余力 透过安排小球员 观赏大型赛事学习经验 让他们收获满满 甚至有人隔天就要出发 前往厦门参赛交流 可以献水献卖 战术运用可以做得比较好 然后跑脸 跑脸跑的可能会比上一次还要好一点 替小球员圆梦 致力栽培更多新秀 基金会透过实际行动 支持棒球教育 刚要唤醒全民棒球魂 东西文程思好 陈建豪在台北报道 敬发行动物团队 敬发行动物团队